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大版本的升级 Avada 5相对于Avada 4的变化远大于Avada 4相对于Avada 3的变化 我感觉主要的变化有两个 一个是在线导入Demo和安装那两个slider需要API 另外一个大的变化就是编辑器 这次特意录了一颗视频给新老客户 特别是新用户 第一次用Avada的朋友 这是一次全新的安装 并不是升级 以后会单独开课从Avada 4升级到Avada 5 下载Wordpress和下载Avada主题包 用FTP上传 这些工作都省略掉 有需要的同学可以看这个课程的开头的那几个安装的部分 这节课我会从头到尾讲重点 如果想看视频演示的同学 最好从头再看一遍 那个是有连贯性的 先说主机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阿里云万网的一个共享版的主机 那个最便宜的一年二百多块钱 据有的朋友讲 阿里云的普惠版独享虚机是不能导入Demo的 不能导入Avada 5的Demo 我亲自也试过 用Avada自带的环境检测 不论是共享版还是独享版的虚机 都有红字 报错的信息都差不多 但是七百多块钱的普惠版独享不能导入 反而二百九十多块钱的共享版能导入 有的朋友在本地 就是你自己用的电脑安装一个环境去导入 这样极容易出错 建议还是在一台虚机上 阿里云的虚机以前有那种七天免费试用 大家可以试一下 先不着急购买 我现在测试的是阿里云的共享主机 是作为一个目录的形式安装 并没有安装在根目录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Avada主题已经激活 并且启动了两个插件 一个是Avada核心插件 一个是编辑器插件 现在要做产品的注册 给Avada注册 和以往老版本的Avada不同 它安装这两个slide插件 还有在线导入 需要产品注册之后才能导入 和安装这两个插件 另外Avada 5的主题包 很小并不包括这两个slide插件 以前Avada主题的安装包很大 好像有三四十兆 那里面是包含了大量的插件的 注册Avada需要一个API 根据注册下面有一个获得API的链接 需要输入你的TF的账号 用户名和密码 生成API需要一些权限 这个列表是要赋予它权限 至于赋予它什么样的权限 看Avada注册的那个页面 只有在SIM Forest上购买过Avada 才能够生成这个API API就是密钥 已经购买教程的同学 可以到我共享的那个网盘上 就是下载Avada圆满的那个网盘 里面有Avada无需要的API 屏幕上加粗的这几个 就是API需要的权限 都要打勾 生成的这段密钥 也就是API 需要单独的复制出来 以后从这个网站是查不到的 Avada产品注册 就需要这段API 注册成功后 前面会有一个对号 产品注册成功 就可以导入Demo 安装那两个slider插件 以后的Avada升级 还有插件升级 都可以在线完成 不过我建议主题的升级 还是手工来做比较稳妥 在导入之前 这里有一个需要修改的地方 要把40兆变成256兆 或者更大 这也是Avada的要求 这个好像是唯一的一个 不用改主机环境的配置修改 直接修改Wordpress的文件 默认40 我们把它改成512 这个是Wordpress的内存限制 以后Wordpress升级 不论是自动升级 还是手工升级 记得要把这个改成512 我们还是导入第一个 经典的Demo 还需要激活那两个slider插件 这个导入过程时间比较长 而且不一定每次都成功 如果导入失败了 在下次导入之前 先安装那个Reset的复位插件 复位之后再重新导入 看见顶部的Demo数据成功 就说明导入完成了 如果导入不成功 会有红色文字提示 检查Avada系统环境 是否有红色的字 把那些红字变成绿字 一般都是OK的 不过我感觉 那个红字只是一个参考 上次我在导入RT18的新Demo 那个比较大的Demo 就遇到了一个问题 字都变绿了 但是还是导入不成功 后来经过反复的检查 是环境的有一个文件 里面有两个参数 有问题 但是这两个参数 在Avada环境检测里面 根本检测不到 虚拟主机不让改环境参数 阿里云的ECS服务器 是允许改环境参数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 我个人感觉 阿里云万网 它的虚拟主机 会限制的越来越严 其实除了它以外 国内的其他主机 限制的也挺严 给出的权限都很低 有一些国外的主机会好一些 特别是那些真正的国外主机 DEMO导入完成后 先检查它的前台 是否页面都完整 效果都能出来 还有那些slider是否工作正常 然后再检查后台的编辑器 还有Avada主题选项 只有启动了编辑器插件和核心插件之后 这里才能使用 据Avada官方讲 这次的编辑器进行了大幅度的优化 速度据说快了5倍 但是Avada5的编辑器 不能识别Avada4编辑的页面 需要转换 具体的转换方法 这节课不讲 会在升级那节课再讲 看看Avada主题选项 也是OK的 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中文 在wordpress的设置里面 一键切换成简体中文 不论是wordpress的后台 还是Avada主题选项 都会变成中文 Avada主题选项 变成中文 需要上传我们制作的 Avada汉化包 我们把Avada的英文 一句一句的都翻译成了中文 单独是一个语言文件 这个教程中讲过 Avada4的中文汉化语言包 不能用在Avada5上面 现在我们只汉化了 Avada后台的主题选项 Avada5的编辑器 还在汉化中 等编辑器的汉化包发布后 我会第一时间放到汉化包的网盘上 然后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给大家发通知 微信号是wpvidu wp是wordpress的简写 vidu是video视频 最近除了Avada5一个大版本的更新以外 w3tc这个缓存插件也发布了一个重要的更新 Avada的官方建议的缓存插件就是这个w3tc 曾经还出过一个w3tc的配置文件 可以直接导入用于Avada主题 但是最近w3tc更新之后 那个配置文件不能导入了 Avada的官方团队在9月底的时候 又发布了一个新的配置文件 针对新版本的w3tc 导入方法和以前版本是一样的 在w3tc的设置界面的最底部 这个配置文件我同样放在了Avada圆码的那个网盘上 我这个网盘除了有圆码之外 还有针对Avada4的那种全demo的下载 这种全demo的导入和在线导入不一样 它是把这个大文件下载到本地 然后从本地上传到网站的服务器上面 目前这些大demo只支持Avada4 不支持Avada5 具体的使用方法 我在网盘上也放了链接 也有这个导入插件 大家自行下载安装 刚才讲的w3tc的配置文件 下载的是一个zip 要把它解压缩 出来一个json 大家不要直接上传那个zip啊 导入完配置文件 这里有一个小提示 针对WooCommerce的 需要把这个东西复制到这个里面 关于Avada5的全新安装 讲的差不多了 还有两条给小白同学 虽然Avada5的主题包非常小 只有七点几兆 但是也要解压缩出来之后 用FTP上传 不要在后台上传 这样很可能造成主题文件不完整 更不要把那240多兆完整版的zip 从后台上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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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